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继续跟大家先跟进一下最新的指数 恒指跌147点 报19678点 国企指数跌67点 报8233点 大事成交489亿 继续呼吁各位的家庭观众 如果你們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你們致電電話熱線2046566 或將問題電郵到ask at bschannel.com 這位嘉賓繼續有郭Sir去解答你們的股票問題 郭Sir你好 你好 今節先跟郭Sir談談內險股 因為見到大罕摩根士丹尼 出了一份最新的大罕報告指出 近幾個月以來內險股的投資焦點 都由增長轉為價值導向 各項股計投資者未來的幾個月 仍然會專注在內險股的資產負債表 認為短期的基本面改善有限 內地金融市場波動性仍然是比較高 因此擁有強勁的資產負債表的內險股 短期就應該會較為吸引 但該項補充要看清楚資產負債表的質素 和強健度並不容易 因此它將財險的評級 由大市同步升去增持2328 目標價由15.5升到16元 除了財險之外 其他一眾的內險股都被下調目標價 先問郭Sir怎樣看內險股的前景 很忠誠的 我又不敢看得太淡 但現在A股的走勢 仍然反覆受壓 是沒有理據去看好 因為內險 大家知道 它收了一些保費的收入 有些投放在企業債 有些投資在A股 投資在A股 大家都不用說 現在是甚麼情況 即是說 季度的投資收益 根本上不會英俊 上半年都不會英俊 甚至看回第三季 情況我覺得還是一般 內險股即使期間有少少反彈 都是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上落 至於這麼多隻保險股 看財險看得比較好 我相信有一定的理據 包括內地產業不斷發展 買相關產業保險不少 規定一定要買 所以2328 或者說優於其他保險業的股份 是好一點 這是可以理解的 反而許母公司的人保 就越做越差 尤其是股價的表現 真是令人失望 至於平保 或者中仁壽怎麼看 其實現在相對股價的表現來說 中仁壽屬於浴市底的格局 我所說的底是一年的低位 平保也不能好得太多 但相對中仁壽來說 是稍為偏強的 因為平保除了受險業務 還有資產管理 也有金融業務 業務比較多元化 不是單一 但就算是這樣 也不會兩例 老實說 如果A股未來進一步向下限 甚至會觸及 今年1月27和2月29的低位2638點 技術上來說 將會出現一個跌破的訊號 到其時將會繼續向下尋找 一個中期下跌的底部 港股暫時比較淡靜 相對A股來說 其實去到很淡靜 因為去年次熱的時間 動了萬多兩萬億的成交 和現在三千多四千億來說 根本上不能夠相提並論 三千多四千億給我們看 已經是天文數字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成交 斷估市也不會窮 但實際上根本上很難再出現 起碼現在這一分鐘 我不覺得這麼容易出現到 有幾千億的成交 去年4月突破了之後 二千多億成交已經很罕見 整個市況當然反覆不明 反覆不明就是投資氣候欠佳 投資氣候欠佳 保險股或者內險股 他們收到保單收入 投資在A股上 那你哪有回報 是負的 你只看內銀股的表現 上半年已經不行了 因為去年業績公佈 有不少內銀股的增長 是1%都不到 今年營商環境比去年差 可以看到一定是負的 所以金融業的板塊 我都看得比較保守 明白 看見Morgan Stanley 將其他內險股 都下調了目標 以反映現時的收益率低企 和市場焦點轉為價值導向的情況 亦都給予平保和泰保 國壽增持的評級 以下下來的時間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 他們這個版塊的最新造價 中人壽跌幅超過1% 報16.46 平保跌1% 報33.2 人保跌超過1% 埋近2% 報2.92 財險性1% 報13.42 泰保跌超過1% 泰平跌超過1% 報14.1% 泰保泰偏遠跌0.59% 報25.4% 新華保險母升跌最新報24.3% 不良貸款比率上升 派息潛在削減等等 但國行認為 不良率在內銀資產質素上滯後指標 反而M2的速率能反映流動性效率 為到銀行資產質素領先指標 從政策和基本面而言 預料內地M2的速率惡化已經見了頂 國行認為市場已過度反映 內銀流動性速率惡化憂雷 對未來有望緩解 野村指公行屬於內銀股的行業首選 其次是建行 預料這兩間銀行 可以潛在獲得市場重沽 那項亦建議買入中銀香港 屬於港銀的首選 因為市場對人民幣和東盟地區憂慮過度 資產管理公司亦首選是中國順達 先問郭Sir對於內銀股的前景又怎樣看 你的首選是否都是公行和建行 如果是內銀股當中 公行建行其實分別不大 不過我有一種熱理比較喜歡中行 當然如果說是勢頭比較漂亮的話 在中工建這三隻 始終來講都是建行第一 基礎建設那邊是貸款業務比較多 但是整個大環境大氣候始終是不行的 尤其是內地的營商環境轉差了 經濟的步伐慢了 民間的資金流 資金的流動性又緊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好像內地的股市去年到今年跌了那麼多 負財負效應之下 其實經濟增長的步伐是慢的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他們裡面收數都收不到 其實可以理解A沒辦法走數給B B拖著C CB得來有錢給D D收不到錢的怎樣給A 即是一環欠一環 循環欠 只要有一注資金是鬆的 這個給那個那個那個 已經可以解掉這個情況 但現在這分鐘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不是一二三四這麼簡單 是以萬個計的商家在市場上 那個資金的流動都是緊的 當然有部分去年是股票投資 或者投機輸了錢的話 情況就更加難搞了 到現在這分鐘 如果你說內銀股來看 我自己覺得 今年上來的增長還是慢的 剛才提到 利息收入進一步拉窄 這個是肯定的了 再說 阿爺如果真是放錢的 你收到夠錢 你借什麼人呢 借給一些優質的企業 如果信譽良好一定有錢還的話 利息很低 因為不只是你借給他 每個人都借給他 他當然是跟你異息 對嗎 反過來 有些拍門口跟你借錢 你可以賺他多些息 不過問題是他借了之後 他有沒有能力還呢 又是一個問題 如果借了之後他沒有能力還 或者一段時期 根本還不起的話 那些是呼數 或者是壞數 所以內銀真的不容易去做 近期來說 很多內銀距離一年的低位 是差很少 可能正正因為外壞帳 那個撥鼻 又進一步惡化這個因素 所以令到整個內銀板塊 暫時來說都是反覆帶緣的 謝謝郭Sir 以下的時間 跟大家跟進一下 內南板塊的最新造假 建行偏遠跌0.66% 佈4.52 公行偏遠跌0.52% 佈3.83% 中行跌1% 佈2.96% 農業銀行偏遠 佈2.68% 交行跌1% 佈4.47% 照行跌超過1% 佈15.16% 中信銀行偏遠 佈4.42% 民行母星跌佈7.01% 從農行偏遠 佈3.75% 關達銀行跌幅超過2% 佈3.15% 時間差不多 先跟郭Sir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股份或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你詳細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有全日總結